來這邊喔 我們這邊請來 那我們是在一樓展區嗎 大家給我們介紹 那我們這邊請 讓我們請人物理的來賓 我們這邊稍等一下喔 這邊幫你們做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等一下後面這邊還有沒有其他的來賓 好 等一下後面的 又好像還有後面的來賓 好 那歡迎我們十個人惡靈的來賓 來到我們海天堂肌展示館 我是今天的解說員 我叫做欣錢 那這樣的音量的話 來賓都可以聽得到嗎 可以喔 我們是第一次來到我們恆春飯島做旅遊嗎 還是大家之前常常來 第三次了 好像有第三次 零次 第一次 好 那今天的話我就先 既然我們來到恆春飯島的話 我就跟來賓做個詳細 就是簡單的一個 恆春飯島的一個風景的一個景點介紹 我們其實恆春飯島啊 這邊我們可以來看一張 等我一下喔 這邊有一張我們整個恆春飯島 從這邊我們到車城關公這邊 一路到我們恆春飯島的樓盤 這邊都算是我們恆春飯島的一個景點喔 那現在我們的位置的話呢 是在這個台電南部展示館這個中間的位置 我們旁邊就是後壁湖碼頭 那後壁湖碼頭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我們整個沿岸的風景 在我們的二樓咖啡屋啊 待會如果來賓在展館這邊 如果逛內的話 想要休息的話 我們待會也可以到二樓的咖啡屋 是我們海水淡化粥的冰發跟咖啡屋 那這邊來賓有看到手上這邊 新鮮的手上有一個籤筒 對 這個籤筒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待會啊 在這個導覽的過程當中 我會跟來賓做個就是有獎真打的互動 那如果來賓知道答案的話呢 我們可以踴躍的舉手 那我可以幫你們抽一支籤 那待會最後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到一樓的服務台 兌換這個小小的獎品喔 可以讓你們帶回家裡做字面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既然來到恆春半島 其實我們恆春半島 有三個特別的一個恆春三寶 先來問一下來賓有沒有人 就是知道說我們恆春有哪三寶 好 我們來有獎真打一下 來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什麼 什麼 蟲蟲你姐說的 你說大哥嗎 好 來大哥來給你分析 那你只有這個籤筒 還有最後一大陪擦開 啊 這邊呢 你叫你說 洋蔥 洋蔥 洋蔥是誰 好洋蔥 好來 那還有一個 剛剛說來 洛杉坡嗎 洛杉坡是 沒錯 今天有感受到微微的洛杉峰的力量 好 我們其實 我們剛剛蒐集到了幾個 剛剛有說 第一個是 瓊瑪 洛杉峰 還有一個是 洋蔥 還有一個 檳榜算是我們的三怪其中一個 也算是 沒錯 還有一個大家比較想會聽到的 是我們的 喝的什麼 喝的 這邊很有名的 如果對 是茶類的 在我們這邊 綿豆算不太算是 但是也是我們特產主義 對 我們想想看 林桃 有人說林桃 是嗎 林桃樹 他其實算是我們 嚴愛的那個 韓德鋒講說 茶葉 茶葉 什麼茶葉 有人在喝茶的嗎 後方誰是姓林桃 什麼叫 老茶 老茶 不是 白茶 白毛 白毛 白毛茶 不是 那我要公布答案囉 香毛 香毛也不是 是我們的港口茶 有聽過嗎 有喝過嗎 沒有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在二樓咖啡屋的時候 也有販賣那個港口茶 做的小小的餅乾 很澀喔 很澀 比較苦澀一點 因為它的葉子比較小 因為有我們的 什麼東西 阿姨做什麼 白毛膏 白毛膏是什麼 白毛膏 白毛膏 茶葉 茶葉也不算是 就是港口茶這樣子 對 苦苦的微微甘甜甘甜 它跟我們一般高山茶的 口感又不太一樣 它會有點回甘 甚至在我們恆春半島的話 我們居民也會用這個港口茶 去炒這個砂糖 但有一個功效說 可以治療感冒這個療效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恆春三寶的樣子 第一個的話就是洋蔥 那為什麼會有洋蔥 其實很簡單對不對 對 我們想一想 因為有冬天 我們這個恆春半島 我們可以看一下 冬天的風是從 我們整個從冬天過來 那一路可以看到 我們恆春半島來說 我們沒有這個高山去做披薩 所以當這個東北季風吹過來的時候 穿過這個大吾山 最後那個頂點的時候 風就會灌到整個 我們的恆春半島 那也就形成了 我們這個所謂像 颱風的洛山風 那也因為洛山風 冬天裡面 許多的幾乎都沒有辦法生存 那除了我們的洋蔥 還有蟲 以及我們的洋蔥 它生長的比較好 之外呢 以此呢 成為我們的恆春三寶 那像是剛剛的洋蔥啊 我們知道洋蔥在生長的時候 在大概是十月份的時候 農夫會把這個洋蔥的苗 種在這個田地裡面 那也因為我們有洛山風 那洋蔥在長大的時候 它的葉子 要吸收到幾多的養分 那下面這個林茎 才會可以長得很飽滿 那也因為有洛山風 把這個葉子給吹倒了 那下面這個林茎 都可以吸收到幾多的陽光 那它能生產出來的這個 我們的那個洋蔥的部分 也會特別的香甜 那就是我們洋蔥的一個原來 那接下來大概是三月份到四月份 也就是我們洋蔥盛產的一個季節 那如果有機會到我們 洋蔥盛產來做旅遊的話 都可以購買這個好吃的洋蔥 可以帶回家去伴手禮 那現在的話 在許多像是我們老街的部分 也有這個洋蔥去做我們的洋蔥拌捲 那還有我們的洋蔥酥 跟我們的洋蔥醬油 這部分的話都是比較特別的一個伴手禮 可以吸帶回家 那這是我們第一個洋蔥的三寶品 就是我們的洋蔥 那接下來呢 我們第二寶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港口茶 那港口茶的話 它其實是種植在我們的滿洲 是這個位置喔 我們可以記一下 大概在這個加熱水 在我們地方兩百甲這邊 有一個滿洲 那滿洲這邊的話 算是我們南部以來 就是一個小數的一個秋林地 那也因為我們有吹這個海風 那還有加上那個高溫日照 那特別可以生產出來這個港口茶 對 那最早期的話 是在清淡的時候 由當時的一個生態鹽 他們從廣東的部分不見的話 去引進這個茶粥 那種植在我們這個滿洲這個區塊 它形成了我們這個特有 這個南部最尾端 最南端的一個茶樓 就是在我們的一個滿洲下 大家可以偷偷聽一下這個位置 我等一下會小小的衝問三角 大概這個廖拜長這個位置 是在我們的滿洲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第二寶 就是我們的港口茶 那接著呢 第三寶的話 剛剛有大家有知道 就是我們的球馬 剛剛經過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路上其實有很多的球馬喔 我們在展廣旁邊的話 也有一個球馬的展示館 在這個位置 我們一起給大家看 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球馬的展示館 融融在這個後面 對 那這裡面的話 現在又要把過去的一些機具 還有一個日式的一個鳥具 那成為大家會去拍婚紗的一個景點 裡面風景還滿漂亮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做參訪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的球馬展示館 那旁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球馬的一個樣子 有注意到球馬 最近也是它開花的季節 它會長得很高 有點像外太空文 那個樹的季節 那就是我們的球馬 那球馬最早期的時候 它是在日制時期的時候 從墨西哥引進到台灣的 對 那也因為球馬這個植物啊 它有許多的一個纖維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纖維就可以適合做什麼 鮮索 然後還有我們的漁網 對不對 那最早期的話 我們就是利用球馬 可是隨著大概是五六年年代的時候 我們有這個 塑膠的雷龍神 大量的一個生產之後 就取代了我們這個球馬 那早期的時候啊 我們在很遵犯 大概是六七年代的時候 我們很遵犯到種植非常多的 這個球馬的樹 那現在是因為這個農民 種植了球馬 因而製作 所以我們會說 球馬充施提高了 這具樹葉 就是從這邊而來的 那也因為大量這個雷龍神取代之後啊 我們後期的話 就是這個球馬的產業 就漸漸的這個就是 痠落了 那直到現在的話 就是有保留的部分的話 就是在我們旁邊的 球馬工業展示區 這個部分 還可以看到球馬的一個樣子 這樣 那就是我們第三條 好 那我們來有獎真答一下好了 好不好 大家聽了這麼認真 我們來考一下 我剛剛有提到啊 我們說這個球馬 就我們來港口茶好了 港口茶是做實在哪一個地方 南酒 我們來一二三好 我剛剛有說到現在的來賓 我們先 大家先忍住一下 我們剛剛有說到現在的來賓 我們來請下面的位置在哪邊 一二三 這個大哥 馬中在哪邊 兩百甲後進 兩百甲這邊 差不多這個位置 好說謝謝 謝謝 好 那再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位置的話 是在地圖上面的哪邊 我們這邊是哪裡 我剛剛有說這個 後壁壺啊 後壁壺 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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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你幫我點開好不好 上面有紅紅的點點 這個是哪裡 這個是 好像不是這個 那個 沒關係 這裡對不對 沒錯 我們在台電南部展示館 這裡 來 也可以你抽一支千 好 那我再考一下大家問題 我們啊 這個港口茶 是在什麼時候引進到台灣的 清場 清場 我們上過來 好 OK 好的 那我呢 因為已經生產洋蔥 那我們洋蔥 明年大概 在什麼時候 主要會生產 要可以生產 三道四月 好 那洋蔥有種植的 生產出來什麼樣的 製作產品 醬油 先拿 好 好的 好 好的 好 醬油 醬油也算 但是妳有抽過千萬元 可是妳有抽到千萬元 但是妳有抽到千萬元 所以妳有抽到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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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有抽到千萬元 也是我們三寶區 情人節的禮物 情人節的禮物 對 再看妳 好 你說洋蔥嗎 對 我們這邊有生產一個叫做 天使在做情人的眼淚 你們知道這個是什麼動物嗎 對 菜 菜 菜 什麼對不對 對 椅子是一個藻類 藻類 就是下完椅子後 對 山菇 是什麼 魚菇 什麼 我們不想要省下 魚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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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魚菇 很好 對 如果今天有集合平常化 我們那個餐廳裡面都應該有辦法 因為它需要非常乾淨的時候 它才有辦法收起來 對 所以我們會說它下雨菇 會不會在一些沙子的雨上面發現到它 魚來菇 沒錯 這是我們這邊的特展 好 那我們另外一個 我這邊還有 還有千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帶一個美菇回家 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瓊馬 早期 我們會拿來花當做什麼樣的功能 好 我屬醫生 好 我們先 大家先 先 那最後先 我們先讓男人知道先來 誰機會好不好 好 來 好 用幾千好了 來直接抽 什麼 繩子 還有一個 魚王 直接抽一個 一個一個 來 魚王 沒錯 好的 好 那我這邊還有兩隻千 我來想一下 好 我來想一下 我要問你 大家會問 你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好 我的名字叫什麼名字 王 說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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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了 還有 我是大女士小姐 我是小姐 謝謝 最後一個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很適合 有這種特別棒的一個三寶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有什麼 洛杉峰 洛杉峰 那給大哥好了 幸福的大哥 洛杉峰 謝謝 沒錯 好 那我們剛剛了解到說 我們恆水有三寶 就是我們的洋蔥 甘蔥茶跟陳茶 這三個 那剛剛好像也有提到 三怪對不對 剛剛姐姐有講到有檳榔 那其實還有兩個 大家想要知道有哪兩個嗎 怪物的怪 怪物的怪 三怪就是三個奇特的現象 其實剛剛洛杉峰也算是一個 那還有檳榔對不對 檳榔是因為我們早期 恆春飯島這邊有原住民 有台灣族的原住民 那加上有米蘭人跟客家人 那早期原住民他們 有一個習慣就是會吃檳榔 那再加上的話 我們恆春飯島這邊很熱 氣候變得很炎熱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吃檳榔可以消暑 所以他們會透過吃檳榔 來消暑解熱這個療效 那過去的話 我們恆春飯島甚至有老街這邊 也有販賣做檳榔 可是販賣的方式很特別 我們是一盤一盤的那種在販賣 然後可以到那個店家去做挑選 自己喜歡的 而不像是那種路邊看到那種 檳榔餐的那種 有辣麵在檳榔的 是不一樣的 我們都是比較 又配的婦女去做飯 那這也是我們恆春 特別的一個之一喔 那就是檳榔 那再來的話第三塊 第三塊比較特別一點點 跟我們的樂琴有相關 提到樂琴我們就會想到是什麼 思想器 第一回座思想器就是我們的思想器 那早期呢 他是由我們的陳達老先生 他被發掘 然後到北部去演唱 那整為我們這個恆春的民謠 那因為傳唱 他的那個唱唱的部分不太一樣 他的聲音聽起來非常的悲苦悲涼 那也因此變成我們恆春的一個三怪之一 就是我們的思想器 恆春民謠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我們恆春半島這邊有很多的特色 那還有我們的三怪的部分 都是我們恆春這邊有的一個 一個人文的一個風景 那這也是歡迎大家 來到我們的春大島去做一個參訪旅行 那我們在展區的部分 其實這邊有兩個樓層喔 那待會兒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我們今天大概停留到兩點十三 我們待會兒的話 三怪陸線的話也可以先搭電福利 從二樓的去開始掛 上次一樓的話 比較特別的是一個介紹家生能源 那比較多的展向可以製作體驗 那二樓則是介紹電力啊 和呢 那還有一個家中沒有華麗燈咖啡屋 咖啡屋的話 也有販賣就是天上的咖啡 如果待會兒如果累的話 也可以到咖啡屋去休息一下 看著海景這樣子 好那今天呢 就是我今天為大家做的一個解說 謝謝 謝謝 那當然如果來一天有收到天能的話 我們記得可以到後方的服務台 去做對換獎品 不要忘記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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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